新竹一名男子日前在线上博弈网站输了700万 因为还不出钱遭到三名嫌犯殴打 报警之后双方达成和解 但是嫌犯必须赔偿男子15000元 之后双方又约出来要调解 而这个嫌犯却说身上没有钱要回花莲拿 就把这个男子拘禁在他的租屋处长达一天 幸好男子趁着嫌犯熟睡时报警求助 最后才成功获救 出动电锯盘切割门栓会如此十万火急 是因为屋内有人被诱骗拘禁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成功卸下铁门 远警冲进去果然看到遭到拘禁的男子 而嫌犯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嫌犯瞬间谈起来没想到眼前的人居然是警察 这下完了他下意识想逃跑 立刻被警方制止只能乖乖就范 原来被拘禁的郭姓男子之前在线上赌博 输了七百万元还不出钱 先是19号在新竹惨遭债主殴打 男子报警双方私下和解 但是债主必须兼支付郭姓男子一万五千元的和解金 21号大家再度约出来在新竹高铁站协调和解金 这时夜姓主贤说自己身上没钱 需要一起到花莲拿钱 四人来到租屋处后 郭姓男子就遭到拘禁 直到22号的中午 他趁看守的嫌犯熟睡 偷偷打电话向警方求救 另外两名在市区嫌犯的共犯也没逃出罚网 23号下午被警方逮捕 三人通通被依妨害自由罪移送罚办 记者林千亿徐丽琴花莲报道